全红禅在多哈世锦赛夺得两枚金牌,完成了大满贯,主管教练陈若霖也松了一口气,他证明了自己的能力。 陈若霖揭秘了全红禅这两年来的情况,全红禅的真实身高也出了。 根据陈若霖的介绍,全红禅这两年长高了7公分,体重增加了十几斤。 全红禅征战奥运会时身高1米45左右,那么现在身高是1米52左右。 陈若霖前不久坦言自己身高1米60,而全红禅站在陈若霖身边确实矮了一些。 陈若霖表示,女子十米台跳水,更新换代很快,每两年就会出现新人。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,任倩在2016年夺得里约奥运会女子十米台冠军,当时她才15岁,可谓是天才少女,她跳出了439.25分的高分。 此外,任倩在2015年巴西跳水世界杯以454.65分夺冠,可见巅峰任倩的实力完全能和全红禅、陈若霖竞争。 但是任倩没有挺过发育官,在东京奥运周期没能竞争过全红禅,陈若霖和张家琪无缘再战奥运会。 如今的任倩更是淡出国家队了。而她是2001年出生的选手,如今才22岁。 全红禅为了克服发育官,只能进行苦练。她会比规定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训练馆进行身体训练。 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减重,控制身体重量。 全红禅的身材仍然很匀称,她的身体素质很好。 在此前的国家队体能大比武当中,全红禅在踩自行车测试项目,获得了女子组第二的好成绩。 陈若霖对全红禅要求很严格,全红禅有不自觉驼背的习惯。 视频画面中,陈若霖在一边大喊,又驼背了。 全红禅立马挺胸拔背。 陈若霖还提到,有时候全红禅训练累了,会偷懒。 陈若霖就会和全红禅讲讲当年她是怎么刻苦训练的。 全红禅听了之后,就会重新刻苦训练。 陈若霖担任全红禅的主管教练承受着不小的压力。 毕竟全红禅创造了女子十米台跳水466.20分的世界纪录。 第一次征战世界大赛就夺得奥运冠军,正所谓出道即巅峰。 在全红禅成绩波动的时候,陈若霖也受到了不少质疑。 但是,索性最艰难的时光熬过来了,全红禅接连在亚运会和市井赛夺冠。 这对师徒都为自己证明了。